12月11日 网传演员周海妹去世 因意外不幸身亡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随后有记者试图联系周海妹的工作人员和友人求证时 却遭到了冷遇 两位工作人员都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 一位直接挂断了电话 另一位已有应酬为借口 也拒绝了采放 周海妹的一位友人则表示 昨天还和她通了电话 对于她的死讯感到不可思议 但也联系不上她本人 网友对于这条消息的真假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恶作剧 因为周海妹最近还更新动态 三天前还晒出自己年轻时的剧照 五天前还庆祝了自己的57岁生日 穿着红色大衣 有人则觉得身子无常 周海妹可能真的已经去世 因为她早在1998年就患上了红斑狼疮 这是一种危险的疾病 会导致身体器官衰竭 周海妹曾因此停工两年 后来虽然复出 但很少露面 也曾晒出自己素颜照 脸上布满红斑令人心疼 目前周海妹的身子还没有得到确认 也期待周海妹能够出来沉浸吧 妹子你怎么看呢